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金融网顿节目 好 那么今天指数是开低走低 那么今天的话收盘的话几乎收低点 那么最低收是下跌144点 那今天收盘的时候 指数是下跌了128点做收 好 那么最近大家就来讨论说 这个清明廉价马上就要来了 那么廉价之后是不是会变盘 那所以这变盘说就盛销成上 那当然这个昨天提到说 这个节前的话会有一些 这个廉价之前的 节前的一些卖压势必是会有 那这次也不是只有在清明廉价 每一次的廉价都是这样 在廉价之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卖压 然后再来就会有所谓的变盘说 那这种东西通常它反映的时候 在市场上讲着讲着话 它通常来得比预期更快 因为大家既然就这么说 那市场就快速反应 好 那市场快速反应的话 今天直接就是开低之后走低 那所以今天收盘来讲的话 收了一根黑黑 那OTC也是 这两个都一样往下 那成交量今天是2108亿 好 那来谈谈这个事情 那讲着讲着卖压就提前来了 那卖压通常是这样子 如果讲的是节前的卖压 那节前的卖压它有一定的一个量 那或者是说它节前卖压 以前古早的时候它都是在最后的时候 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礼拜六开始放假 那以前的话就是到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四礼拜五以前都卖压最大 但是市场就开始变了 因为现在资讯比较发达 那大家就会传 那大家都说的时候它往往就提前 而且不止提前它还会一次就寻显 因为每个人都这么讲嘛 所以市场上面就会变成 你听到了你就先做 那你听到这些先做就反而变成是什么 反而变成是以往在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放假前两天才有的卖压 它就提前出来了 那你说到时候变怎样 这就变成是 以前它是先涨 到最后的时候两天跌 那现在就倒过来 前两天就先反应 所以今天明天应该是最严重的时候 应该今天就是最严重 因为昨天已经出来了 那今天就更强 那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种卖压通常有个特色 那就是不分好坏都跌 那强势股也跌 所以那就是很清楚的 这个节前的卖压的表现 那它既然先来了 那到最后两天会怎样 它就会变倒过来了 以前是继续涨 然后到最后两天的时候压回 现在变先压回 那压回以后最后两天就往上 它反应在前面 那这就是因为市场上面太有效率了 就好像我们常在领先美股 以前我们每次看到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的盘后跌 台股早上就给你跌 那等到美国股市 这个盘后真的跌了 我们第二天就大涨 那现在台股就一样 它都反应在前面 那大家都讲反应得更快 所以这个礼拜就完全倒过来 你看到它现在拉回 那可能过两天就上去 我觉得卖要最大应该就在今天 因为今天是所有的股票 强势股票一起回 那就是你卖到最后的时候 乱卖一通的时候就会这样 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你会说这个盘 昨天是因为有人说费半跌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所以美国三大指数里面 道琼是涨 那费半是拉回的 严格说起来费半跌最多 所以有些人就说因为是费半跌 可是你再回来看 三个里面去比较的话 其实费半是最强的 你如果不是只看昨天一整天的话 费半是最强的 是不是 人家是创新高回 他是创新高拉回 而且你要知道中间这里有多少的利空 对不对 这里有升息的利空 然后再来有这个SVB的事件 然后再来又有瑞士信丹事件 然后再来又有 前两天得意志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SVB也过去了 对不对 升息的是更笃定 反正你最后就已经到末期了 这些事情你看经过前面的这些利空 他是有这么多利空在吸 对不对 然后市场情绪也很恐慌 他每一个利空 一个接一个吸完之后 但是费半是在这段时间创新高的 但是里面创新高 所以你如果看昨天你会说 他是里面三大指数里面跌最多的 可是你看强的话 他是最强的 他是第一波马上冲的 他是先去创新高的 对不对 那道琼法尔是这一波比较弱的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他就是大涨之后拉回 对不对 大涨之后拉回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整个形态 他还是一样走多 因为这里是一个什么 上次利空的换手区 这里是很多利空汇集的时候 是不是 所以这个底已经打在这边 那你下来就测支撑 那现在所有均线在往上 月线一样往上 所以你看到现在 其实他们还没有算 排列非常完整 所以我说现在是一个翻多的时候 应该说今年他就是翻多的年 但他翻多的中间会有节奏 也就是说当你在完完全全 形成完全的多头排列之前的话 他还会有点震荡 那震荡是个过程 那那过程会让他越来越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他慢慢的趋向于所有的均线 开始慢慢排列成为真正的多头之后 那个时候他的速度就更快 所以他是创新刚拉回 他现在所有均线还是往上 对不对 那剩下这两条是还没有交叉 但他以后会交叉 对不对 就当他再交叉以后 他就变真正的多头排列了 那就倒过来了 跟去年走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你说以长一点来看 他的轨道没有变 虽然昨天废半是跌最多 但他其实是最强 对那他最强在反应的 不是因为这个今天跟明天之类的一些消息 那不是因为短期的消息 他在反应的是 你就有新的应用吗 你就有新的商机了吗 所以美国其实还是强 也就是他随时会创新高 对不对 因为他是打完底之后 很强势的整理 但是创新高以后回 那创新高回之后 我一个底打在那边 我接上去之后 我测完底后上去去创新高 那创新高几率就很大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不是台股今天跌的理由 那台股跌什么 对不对 很多人说台股跌什么 因为只有台股这样跌 对不对 来看看国际股市里面 来看看今天 雅谷几乎都涨的 有没有 上海是涨的 对不对 虽然它涨的还不是最多 日本也是涨的 香港也是涨的 那南韩涨更多 这雅谷里面 只有台湾一个人跌 那为什么只有一个人跌 就是只有我们有长假 只有我们有长假而已 连大陆都没有 对不对 大陆他就只有放那一天 对只有台湾有长假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继续涨的时候 只有台湾一个人 因为长假而跌 那长假会不会结束 对不对 第一个长假它就会结束吗 它又不是永远放下去 所以如果讲到今天台股跌的原因 它其实就是因为长假的关系 那长假的关系它提前反应 所以市场会给你倒着玩 对不对 当很多人觉得说 这个可能要过两天才开始反应 都是它今天就给你反应 它今天就给你先回 那等到大家都觉得 好像真的要等到放完假再说的时候 它明后天就涨了 它市场就给你倒着玩 它就给你反过来玩 对不对 那你看到今天的回很多人会说 这个可能要放完假以后再看 结果它今天就换完手了 应该是讲说今天很多 该卖的不外卖的 想卖的不想卖的都卖了 就只有台股跌 对所以市场是过于有效率 过于有效率就会变反市场 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 这个亲民就会变盘 那变盘是这样讲 你变盘的东西不是基于 它叫做变盘 或者它叫一个时间 它就必须如此 它得有理由 它的理由可能是因为 你短线里面涨过头 你可能是因为走过快 那你可能是因为 它短线上面来说 它后面还有利空 那或者它有一些疑虑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它其实没这个现象 应该讲说 它是倒过来 它反而是经过了 这么多的利空的整理 这么多利空的清晰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是在 前面都是一片歌舞生平 一片利多的时候 然后喷出去喷得很高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它就有可能 它就有可能会短线回 但一个时间刚好相反 现在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都相反 我们是前阵子 前面这一段时间 最近这一个礼拜 是一堆利空 对不对 一大堆的利空 是不是各式各样的利空 而且还是连续点名的利空 从SVB倒了之后 再开始大家点名 一个两个三个 一串点下去 那一点可以点十个出来 然后再来就到了 这个瑞士信贷 然后大家再点名得益值 它是经过这么多的利空 去洗完你之后 你要它怎么变盘 你要它怎么变盘 因为它筹码在前面就洗过了 所以我说变盘不是因为说 我某个时间到了 我一到一个假日 我就逮变盘 我非变盘不可 其实它不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你越是前面经过压抑 越是经过前面的利空 越是经过前面的长价效益 它后面就越会涨 因为它已经先反映了 对不对 所有牙骨都在涨 对只有台股叠 就是在反映 放假期间可能会怎样 可能万一没股叠 那可能万一有震荡 对不对 都在反映这个因素 那反过来 对不对 如果美股真的有震荡 台股也就先反映 就好像我们每次都反映 晚上美国股市 今天美股的盘前是跌 台股就先跌给你看 然后等到它真的跌了之后 台股第二天就大潮 对都反映在前面 所以你美股 就算在放假期间有震荡 也已经反映过 那万一没震荡 那就变农历年那个走势 那就变农历年一样 对不对 来看看这是之前农历年的时候 来 所以我就说市场上面 常常都是提前反映 而且过度反映 这是在我们农历年前的时候 它其实刚开始是过高 它过高了之后 这六天 放假的前六天 前三天就是压在这里 对不对 它还拉回 回了之后后三天的话 到放假前开始往上顶 那个时候就是反映农历年 有很多很多不确定 你说那个时候不确定就比较更大 因为时间更长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大堆财报 都要密集宣布 那个时候一大堆财报 要密集宣布在那边 然后那个时候 那时候库存更高 那时候库存还没有像 现在消化这么多 对不对 那个时候大家就是 怕万一农历年后有利空 怕那一农历年的时候怎么样 对不对 结果农历年什么事情也没有 什么事情也没有 你说会怎样 你预先反映都觉得加倍回来 对不对 我预先先反映了 就要连本带利回来 我不只要把预先反映 多迭的补回来 我还得把它再加倍上去 那就变加倍涨了 所以后来就跳空上去了 对不对 农历年前的时候 就是不确定因素 也是节前卖压 对不对 压在这里之后 放完年 放完价 就喷出去了 就直接喷出去了 到现在都没有回补缺口 到现在都没有回补缺口 而且反过来创新钢 所以你说台股走到这里 就只有台股跌 就只有台股有长价 对别人都没有 对那再回来看这一块 这一块是什么 这一块就是一大堆利空的时候 是不是 SVB的事情 大家告诉你说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地区银行 每一家全部比照办理 因为又不是他一个人有债券而已 大家都有债券吗 是不是全部比照办理 然后再来讲到瑞士信赖 大家就想到得意志 对不对 这两天之前就已经开始点名 所以你单看在当时的这个时候 在产生这一段的 这个位置怎么来的 这个位置很重要 为什么说他很重要 因为他就是反市场 对不对 他就是在很多利空的时候 他就给你打到绝对破线 有没有 他就给你破线 所以那天破线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这是假跌破 对不对 假跌破的下一步是什么 真穿头 他就一定给你创新高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创新高 因为他在这里用这么多的利空 这一块是很大利空 打下来 前半段是利空正强的时候 他打下来的时候就是怎样 打下来的时候就是把所有数码洗掉 对不对 没有信心的 对不对 想出的人 那不想出的也跟得出 因为你看到他破线就出吗 结果你看到破线之后再来回来 我当时讲那就是过去事件的后遗症而已 他不是影响后面的事情 结果后来他在这里洗过去之后 上去以后 有没有 是不是创新高 而且这个区块里面 有没有 从一开始的恐慌 到后面的半信半疑 对不对 大家担心还有东西 所以这一块里面的筹码是洗很干净 所以你在放假之前 你已经经过了这么多事情的 这么多事情的筹码的清洗 这么多利空的测试 那你说他怎么往下变 我觉得往上变的空间比较大 他的几率比较大 对不对 再上节前的卖要又出来 节前卖要他就给你提前走 对不对 现在节前卖要不是前两天 他已经提炒到这一两天 那这一两天就是低点 这一两天就是筹码最好的换手点 所以我说 有时候市场很好玩 对不对 你当下看到的那个情绪 他有时候是倒过来的 就像我说市场的一个趋势叫做 最主要的方向叫主要趋势 对不对 就好像你一个主要趋势是往上 那你主要趋势是往上的时候 他中间会有拉回 每次拉回都有利空 那个拉回的时候 短线拉回的时候就是次要趋势 理论上你要次要趋势买 你应该是在次要趋势短线 往下拉回的时候去买 然后你才会撞后面那一段 可是他拉回的那个时候 偏偏每一次都是大家最怕的时候 最有利空的时候 对不对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就像奴隶年前的理由就是 过年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利空 过年之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然后再来上次打下来那一次的时候 明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可是那时候你绝对不会这样告诉自己 你会看到报纸都告诉你说 接下来SBP的事情会扩大到哪里哪里 等等之类的 对不对 你会看到那些东西还不确定 那或者是说 现在只是一些库存消化而已 但是还没有真正开始 或者告诉你说 所以GDP它只是刚开始而已 但是它还不见得会产生实质的贡献 等等之类 你会看到一大堆的理由 一大堆的东西 可是最后你回来看 那就是一个凹陷区 有没有 在上升轨道中间的凹陷区 那个凹陷区是买点 每一次都是买点 所以我就讲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样 就像当时这里的凹陷区是一样 它就是一个上升轨道里的凹陷区 对不对 那这次也一样 因为你假日 节后要变盘的理由 那次你还在前面是大涨 对不对 你在前面是已经喷出 你在前面是很乐观 你才有所谓的乐观之后的变盘 那你现在刚好是倒过来 前面就已经一大堆的利空了 那加上全世界也没有这样 是不是 所以因为长价因素 对导致短线上的一个震荡 我觉得就是这两天 应该今天就是最低了 那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这个会不会是长期 先说它提前反应来 它就不会到最后 对过两天就卡位买盘 那再来其实长价它就说过去 所以它也是短期因素 所以你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拉回是早买点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盘应该早买点 对不对 虽然今天指数是拉回 但是还是应该要早买点 尤其今年的方向是确定的 因为今年的方向里面 有一些都是属于很确定的趋势 那当然讲到那个是因为 那些饼都在变大 市场在变大之中 所以我说还没有把握机会 应该把握机会 当然今天有个很重要的重点 今天讲到大盘的时候 就会讲到什么军工 那昨天的军工非常的强 今天的军工开始有很大的震荡 当然理由还有其中之一是什么 对不对 他有一个理由是 今天雷虎是拉回 昨天雷虎是涨停板 昨天创新高 那今天雷虎是拉回 今天20分钟交易 好那20分钟交易 就是一种制度 交易制度 它就是一个交易制度改变 那改变时间就几天 那所以它基本上 不会影响超级的趋势 这个分盘 大家也看了很多 分盘 它常常也发生 而且通常是越强股票又会分 好越强的股票又会分盘 因为你不强还不会分盘 你就是因为波段涨得非常的强势 或者因为短线涨得非常强势 才会分盘不是吗 对但是分盘就是一个短线的东西 所以短线上面交易制度的改变 它不会影响到 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东西 对它不会影响到订单 它也不会影响到产业 它也不会影响到趋势 不过通常第一天都是最强的 也就是说最大的影响就是第一天 所以第一天过去以后 通常就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然后甚至闯新高 你看很多分盘都这样子 它就是第一天跌最多 第二天以后就直接上去 然后震荡几天闯新高 所以最后你会回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为什么 因为那是交易制度的改变而已 而且那个改变还不是说长期的改变 它就是几天的改变 对几天的改变当然不会影响到产业 那军工军工抢不抢 军工铁定今年要看 军工铁定今年要看 因为那是政府要做的 那是政府要拿出来的 对跟所有东西都无关 对不对 那当然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会越来越重要 那台湾其实又集结了很多力量 因为台湾我们有科技的力量在 那我们也有机械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合在一起 我们的军工的实力就更强 所以全世界都是在做这一块 对不对 所以我说相关的股票里面 像雷虎今天拉回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天的影响 就是今天一天最严重 再来就会慢慢的准备创新高 当然它不会一下子就创新高 它会慢慢的今天最严重之后 再来慢慢的跌高 慢慢的跌高 接下来往下创新高 那至于其他的股票里面当然 我觉得有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比方像是八贯的意思一样 对不对 八贯其实也是创新高震荡 那创新高拉回它为什么会创新高 只会创新高就是因为它趋势是往上的 它整个轨道是往上面走 对那往上走就是因为人家今年大成长 是不是 今年如果你要看十块钱的获利的话 那你的本益比就很低 对不对 那本益比很低 它就会有所谓的股价的reality 是不是 因为接下来它还扩长 接下来它新产能才正要出来了 下半年开始第三季新产能 那新产能扩出来之后 那么你现在满载的订单就可以开始宣洩了 就可以开始大量的出货 所以今天 今天拉回应该是早买点的 那好估计就要少机会切入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跟大家聊 待会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呢那今年的话就是主轴其实有很多都是你要从头看到尾 应该说像AI今年的话大概就一整年 好 一整年的话年初 我觉得你一整年都要看 因为它才刚开始而已 应该说这个应用它不是新名词 但是它用到真的进到生活里面是新开始 所以通常一旦进入生活里面它速度就越来越快 对不对 它渗透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那就会带动很多东西开始更新 所以你才看到它是轮动之后它往上面族群一直在过散 对不对 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从台积电开始创意等等之类的一路下来 到最近这几天的伺服器 散热等等全部都是在走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那基本上对整个产业都是好的 因为我上次就讲过 那最终到最后就是 最终会引动的就整个换机 最终就引动整个换机 那当然它不是马上就会来 但是你从上到下 从重要性开始它就会一点一点显现 那所以有些股票在一个大的改变形成的时候 就会有标股 或者应该说有些股票就会有大爆发的实力 所以就像是超宽频的记忆题 这里也是一样 因为你就是得用 你就是得跑这些 就像大家现在看说伺服器你一定要用 你没伺服器保不了 那话又说回来你超宽频的记忆体也是一定要用 因为你就一定要用超宽频的记忆体 更高频的记忆体还有什么 你还有小晶片 你没那些也跑不了 对所以有些股票也收回 像爱福它就会收回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是你得去看它的一个方向 那你知道它发生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你就是拉回找买点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行情应该是要把握拉回机会 对不对 本来它就不会像是前年那样子 现在还不会走那么快 那不是说它以后不会 只是它还在过程中 对不对 它还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过程里面 它还没有完全 就像它均线还没有完全是多头排列 它还没有完全多头排列的时候 它就会走一段停一下 走一段停一段 可是它会慢慢去扭转那个长期的趋势 它会慢慢扭转之后 它是一条一条在扭转 对不对 它现在剩下的是 现在剩下的是年限跟半年限 对 但这个它不会马上扭转 因为它开口还比较大 所以它就需要一点时间 那它需要一点时间之后 它就会变成怎样 那就用阶梯式的走 用阶梯式的时间往上 但那个过程里面的个股会更快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像AI你要看 对像电动车你要看 但是电动车里面 是你就要锁定特别强的 应该是有独特里基的 比方我们说到华福 我们说到华福 对不对 那华福 来它其实快创新高 它其实快创新高了 来我们放大一点点看 好你看看它的走势 有没有 它其实已经要创新高了 这里是为什么拉回 就是因为快除息 是因为快要除息 长了一段之后 它快要除息之后 有些人不除息 有些人说我有说服上的考虑等等之类 71块9毛钱 那今天赚多少钱 对不对 如果你今年5块钱 那么车用 随便车用都20以上 更何况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半顾它设出成型是全世界第一 是全球最大 而且全世界还没几家 所以很容易就创新高 所以很多股票是它会一段一段创新高 可是在创新高的时候 你再回去看 当时它凹陷的时候 拉回来的那个点 就是一个上车的机会 因为你没有上车 你就没有后面那一段 所以大盘也一样 所以这一两天的拉回应该是很好的机会 那因为已经先反应了 所以今天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到明天早上 记得好股票就把它买好 好股票就把它买好了 那尤其是产业趋势队的 后面一样马上的标果 记得都把它把握好 那我们会一一再跟大家分享 好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 都赶快跟上来 再来任何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接下来是另外一次起点的开始 跟我们线上的处理联络 一起来赚钱 也祝大家超过顺利 明天见 明天见